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组织小卫 今天我们来评测一款国产巨粮 03型散兵单兵食品 这款也是去年就有很多小伙伴 推荐让我评测的 但是由于当时市面上就没有卖的 所以就非常遗憾 没吃到啊 但是有小伙伴在前段时间向我推荐他 并且还给了我一个购买地址 然后我就果断想他买了一套 这三包一共是119块钱 早做完各一单 加起来就是一个24小时扣粮 我记得之前的国产巨粮在网上 卖的还蛮便宜的 现在确实是涨价了不少 但是还是比很多国外的巨粮都要便宜 OK那么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评测吧 看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散兵单用的单兵食品 它跟我们这个0913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就很放弃啊 散兵的大家都知道 它们往往会深入敌后 所以有这么一份巨粮可谓是非常棒 至少它很便携 至少它能量足够 就可以维持你的体力 持续作战 所以它到底跟13跟09有什么区别呢 不要再说废话了 赶紧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包巨粮的大小都不太一样 早上肯定是最少的了 中午的比较多一点 晚上就稍微又少一点点 就跟我们平常吃早中午饭差不多 不像一些国外的巨粮 它们一般是晚上吃的非常的丰富 先从这个早饭开始看看它们吃什么早饭 五香花生米大菜 最近非常火的大菜 90压缩饼干 早上居然就吃上压缩饼干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早餐确实是比较简单 砍掉压缩饼干吃了大菜吃点花生米 再就上白开水 再来看看这个最大的午餐的 午餐的就是一个自乐的 里面还是有压缩饼干 压缩饼干是个好东西 对了 餐具每一餐里面都有一份 看看这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好东西 感觉还挺丰富的这里面 鱼香肉丝 五香牛肉 十斤炒饭 十斤啊 上面这种加饭袋的沫沫特别多 怎么说呢 刚才很多巨粮里面都会露这个碗子出来 再给它塞回去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 表现东西比较多一点 再来看看这一包晚餐的 这是一包啥这么大 五香带鱼 还有鱼翅 不错 刺鲜 香肝 十斤 水果 哟 还有水果吃 晚餐吃的还真不错 然后就是一大块压缩饼干 每一餐都有压缩饼干 没办法 像这种就便携最重要 然后就是能量好吃 它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我很不好意思的又笑了起来 又到了我一顿吃别人三顿的时候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吃不完的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自乐的给它加热一下 变热的很快 水倒下去立马就开始热起来 让我们耐心的等它15分钟吧 这次买这款国产巨量的 它不是个过期的了 2019年6月的 让大家看不看得清楚了 生产日期也是非常的新鲜 味道肯定会好一些 赶紧吃早饭吧 倒个五香花生米 还挺多的 水煮花生米 太阳菜真不错呦 再来点清脆的榨菜 搭配一块压缩饼干 这就是我们的早餐 这花生米味道还不错呦 软糯糯的 拿来下鸭缩饼干应该很不错 里面是三块这种 不要紧给它白断 它这个鸭缩饼还是甜的 搭配这个吃起来还挺奇怪的 不还行 这种鸭缩饼干真的是 连续几天吃的话 你会觉得根本就塞不下去了 你过很长一段时间再来吃它 你会发现还是挺好吃的 不像什么大米面条这种 怎么吃都吃不厌 这个榨菜不会很脆 不过蛮有味儿 还不错 这款居然让我想到那种 零酒的即时食品 也是压缩饼干配榨菜 或者配个什么牛肉之类的 对了 这还有一个带鱼什么水果 来 先来个水果 算了 现在也干了很 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比较少哈 有一些椰果 菠萝 这个是啥 橘子 吃完那些东西 大家尝这个还是蛮清爽的 四鲜香干 香干配蘑菇 五香带鱼 这个带子是不是大家感觉很眼熟啊 就像这种KT07组合食品那个 刚打开为四鲜五一闻 哎我去有点臭 是不是坏了 应该好像就是这个味儿吧 真的很大闻 其实就这样看起来 哎 还蛮诱人的呀 觉得夸赞的一点是 它里面的刺儿都是酥的 直接把它吃完 都不用处刺了 味道的有点一般嘛 不太好 它吃到鱼肉就很不错了 不要要求太多 就凉嘛 反正这个香干我觉得挺好吃的 单子很有嚼劲 味道也非常符合的胃口 最带甜味的一个调味 很棒 这个五香带鱼它最大的一个槽点就是它 太刺鼻了 这个味道闻起来 但是吃起来又感觉没什么异味 先扔到一边 现在15分钟内过去了 来来来看看我们的自作食品也加上好了 热乎乎的东西肯定好吃 太烫了 这个十几米饭的油有点多了 刚才袋子里面看起来也感觉好多油的样子 倒出来感觉还好啊 比较黏这个米饭 只有200克嘛 你看也还不到一盘的样子 里面有猪肉香菇 青豆 还有一些胡萝卜啥的 虽然说吃起来不像炒饭 但是还是很有味道的 五香牛肉 鱼香肉 本来这个炒饭是挺单调的 把这两袋东西倒了 太丰盛了 那能不好吗 这份在网上单独卖 63啊 这个午餐的 来一块牛肉 这个牛肉就很对我的胃口 很甜 但是不喜欢吃甜的朋友可能会吐槽的 我就这么玩这么甜 想干啥 但是真的好吃 我这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牛肉 刚才它的味道确实是不畅 吃起来又比较软淡 味道又比较突出那个香味 我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说 这是我在去量外国的和国内的 里面吃过最好吃的一个牛肉 然后这个鱼香肉丝吧 它也是个甜的 很符合我的胃口 这个饭都快吃完了 菜还有那么多 它这个鱼香肉丝里面 就是一些竹笋 肉丝还有很少的一点木耳 真的没看到几个 吃饱了 真的是好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军粮了 你也知道很多国外的军粮根本就吃不惯 也就临时可以吃吃了 国内的这种 就非常的符合我的胃口 就是没给啥饮料冲剂 总体来说我对这三包 零三散冰单冰食品还是非常满意的 特别是这个午餐 就是里面的米饭略微差了一点 菜都挺不错的我感觉 我真是没想到这个零三散冰 还能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惊喜 不愧 OK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那就先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赏来一波 希望大家多多平乐 如果什么好吃好玩的 欢迎再见过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拜拜